今天是2月3号周六A股不开盘 但是股民却非常的不好过 为什么呢 因为在昨天盘后 包括今天爆出了多个信息 其中有一个消息股民看了以后非常之的震惊 那到底是什么消息呢 这个跟A股的大跌有很大的关系 到底是谁导致了A股这一轮的大幅度杀跌 从某些方面来说确实是空方子弹太多了 那空方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子弹呢 接下来怎么走 需要解决什么问题 A股才能够有所反弹 或说有所好转 怎么看 下周我们股民到底该选择加仓抄底 还是选择出 选择高位跑路 但是这些问题我们就盘面做一个分析 在小分析之前 打评论区一波巴巴巴巴支持一下 我相信在这一个星期里面 大家是损失惨重的 周一周五连续几天下跌 尤其是周五杀出了恐慌盘 可以说是一个多空双方 死尸级的大战 那这个过程中很多人损失惨重 很多人爆仓了 很多人血本无归 甚至还有爆出说 有一些股民走了极端 这些 对于整个市场的影响可以说是非常大 也只能说说明了一个问题 我们的A股已经到了非常关键的时候 非常危险的时候 如果再跌的话 很有可能盈南 继续的跌停潮 或者说盈南爆仓 为什么这么讲呢 大家看A股这一度下跌从3400点到现在的2660的低点 2660的低点 其实这种下跌下来已经跌了七八百点对 如果你按这个算的话 指数跌七八百个点 那大概就是奥斯科点的一个跌幅 可是个股很多都跌了50% 甚至很多的不止50% 如果说你加了杠杆的 这个时候是面临着爆充的风险的 这个时候是非常的难熬的 周五的这个下跌就跟这个爆仓有关系 就跟加杠杠有关系 大家记住在周五的这个下跌中 很多人认为是什么 是雪球爆仓 当然有一些的融资盘融资客也爆仓 如果说再跌的话 2600这个位置大概率就是两融的一个 重灾区 或说两融的核心成本区 一旦跌到2600或者说跌破2600的话 那两融就会出现大幅度的爆仓 出现大幅度的一个下跌 这个是非常之危险的 非常危险 最近的这个数据显示 两融的这个规模大概在1万多亿 还有这个不是重点 重点是什么呢 两融之下的在就是2400点左右的话 甚至还有报数说有什么 有2万多亿的这个质押盘 那你想如果说跌掉了2600 再跌掉了2400的话 那这个过程当中就会有至少有4万亿的 至少4万亿的这个爆仓 那会加速股市的下跌 加速股市的一个什么一个跳水 这个是一个非常危险的 那你想想两融爆了 自家爆了 那A股的底就没有底了 甚至有人看到1000点 那如果说要到1000点的话 A股几乎可以什么 可以推倒重建了 所以 这个环境下是非常非常之危险的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我们的高层从 从3400点这度下来 不过在这个位置 3100点左右的时候 他就放放招了 放大招了又就是了又稳住了 但是从3100点下来 你看跌到现在最多2666 这又是几百年下来 感觉就是顶不住 不管你放什么力好就是顶不住 那为什么会存在这种情况 主要原因还是在于 空方力量太过强大 我说空方力量太过强大是什么意思 其实说不来就是子弹太多了 我们都知道战争双方多方空方 决定它的优势的是什么 是手中的技术生不生气 是手中的子弹充不充分 但关键是什么 我们来看多方 多方的话想要是吧 想要进攻 你就是什么要有钱 以后你做多的手段 只有一个什么 使劲的买买买买股票 使劲的买 很单一对不对 关键是你没有钱不够 信心不足 但是空方空头 对不对 空方的话 他的这个做空手段就很多了 股子期货 期权 量化 限售股 转融通 还有融券做空 等等等等 这些都可以完成他的目标 也就是说 这个过程当中 做空远远比做多要容易的多 做空难赚钱 做空容易赚钱 做多想赚钱 非常非常的难 这也就是为什么A股一路下跌 一路下跌的原因 很多种人像都在讲 这A股这下跌 跟我们的一些正确公司 一些期货公司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他开了很多空单 在做空 但我就想问一下大家 他凭什么敢开这么多空单 他把要把这个指数打下来 必须要有什么 要有票 来砸盘 要有子弹对不对 那么这个子弹到底是谁提供的 前段时间 他一直把这个事便说成是限售股 转融通 但是限售股转融通确实是一个 一个方面 大家记得吧 在上周周末的时候就周日 高层就是管理层紧急的停掉了 这个暂停的 应该是暂停的 这个限售股转融通的这个是 从t加0到t加1 但是你发现没有 在这一个星期里面 连续跌5天 周五还大跌 那限售股转融通这个是暂停了 那为什么还会出去加速下跌 其实从某些方面来说 子弹还是很充分 那么这个子弹从哪来的其实很简单 超过了限售期的大股东的一些票 比如说您在上市已经超过30了 那么大股东票 他就可以通过这个是吧 通过融券借出去去砸盘 这个我觉得可以理解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 就是最新爆出的消息 这个大股还有就是什么基金 基金磁仓也通过了转融通 借出去砸盘 借出去了 这个就非常危险 因为基金当然是我们的 稳定的一个一个 一个角色对吧 稳定市场 以后基金是什么 要有中长期的投资 但如果基金把手中的大量的筹码 通过转融通出借出去了 那造成的A股的血流成河 这个就说不过去的 这让人非常之无语 非常之气愤 那很多人会说 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就必须要要什么 要知道A股这一轮下跌以来 A股这一轮下跌以来 获利是哪些人 首先第一个大股东 大股东获利是毫无疑问的 大股东的话 他只要把票借出去 就可以收取高额的什么 这个收益都对 那大股东获利了 借出去了这个中介机构 比如说中振金 比如说券商是不是获利的 那肯定有个利息对不对 有个利息好 那借票出去的人他从高位杂盘的 dv再买回来 他是不是获利的 他也有可能获利 甚至获居利 为什么 他有个价差 有个价差 所以从某些方面来说 转融通这个世界 或者说现实股转融通这个世界 给大股东 给券商 给中介机构 甚至给了一些大户 借票的人 提供了赚钱的便利 那我想问一下大家 如果赚钱这么容易 做空这么容易 你会做多吗 明明白白 不会对不对 这也就是大家最为纠结的 是吧 很多人会说中信期货 某某期货某某期货 开了大量的空单 在在这压炮压制大盘 其实人家我觉得 从专业的角度来说他没错 我说没错什么意思 就是做空 挨股现在这个现场做空最容易赚钱 那如果你是专业的 你是做空还是做多对吧 这个就没有没有必要在股究竟 好 那回到市场 为什么会走从这样子 其实这个最关键的原因 最核心的原因 还是在这个过程 RPU 这个上市过程中 A股上市过程中 我一直强调大家上市可以 但是上市的话 你得做什么 你做一个重要的一个监管 什么意思 这个企业你上市了好 你你要像在这里拿10个亿去什么 去融资10个亿 扩大生产 普通流动性 然后技术研发 我觉得没有问题 我觉得没有问题 以后你赚了钱了 你把借的钱还到市场里面 还来以后 你还要美 你还要分红 分给股民 享受利润 享受盛宴 对吧 我觉得这个节奏就是对的 但是我们现在的大股东 现在我们的RPU 已经变成了一名生意 什么生意呢 只要能够上市 那么在其中的各个环节都可以获利 不说别的RPU上市的大股东 本身 还有就是券商 包括这个律师 包括会计师 这些人都在分蛋糕 但最终买单的是谁 是股民和机民 那么股民和机民 如果说这些人把价格定的很高 在高位出逃的话 股民和机民接盘的话 那 这个损失就比较惨重了 所以 这也是当下一个最根本的原因 那很多问题来了 是吧 RPU上这么多 这些大股东的想法是什么 其实我告诉你 现在中国A股的大股东 他把这个公司上市当成的生意 什么意思 我打个比方 就比如说 上市后对吧 卖股权 赚了钱 永远比做企业赚了钱多 你是卖股权 你还是做企业 是你的话 比如说 我这个企业一年就赚个1000万 一年就赚个一个亿 对吧 那你还要使劲干加油干 所有的工人不断的努力干 但是上市后大股东通过限制股总装通 或者说期限忙以后 期限忙以后 直接在高直接在什么 在高位或者说在 盘中出现出逃出现这个 我们说了什么套现 他可能可以套个10个亿 甚至可以套个20个亿 那你想想他 如果说他一年赚1000万 他一赚一辈子也赚不到 我估计也赚不到10个 10个亿 一年1000万 10年才1个亿 100年才10个亿 是不是 那些是想要赚20亿的话更难 但是他只要期限一到 在股票市场把股权卖掉 很容易套现10个亿 甚至20个亿 那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做 所以说这是A股的一个症结 这是A股当下下跌的一个最关键的原因 一个罪魁祸首 说白了就是 大股东 来rpo来上市 他不是为了来这个位置做大做强的 他是为了来什么 来卖公司的 我只要把这个公司卖掉 把这个空壳卖掉 那我就可以什么 成为亿万富翁成为 财富自由 我为什么还要去干公司 我为什么还要去什么 辛辛苦苦去什么去做 我我刚才讲 可能你做10年做100年 也赚不到套现那么多钱 如果是你也会怎么做 所以当下的A股下跌的原因 其实他心里都已经明白 都已经清楚了 包括在这两天爆出的一个是 就是我刚才讲了 基金把他手中的票是吧 借出去再什么 再砸盘 这个是非常是让人无语的一个是 但很多会说了 那基金为什么会这么做 对吧 首先 大家是不是发现了 股民亏钱 是吧 还有就是大家可能发现最近这几年 基民是不是也亏钱 基民是不是也损失场中 今天损失场中的 那这个钱是是吧 是分散出去的 可能你这个人亏个几十点 那个人亏个几十点 可能你影响不大 但是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 这些基金现在透出的一些消息是什么 他把磁仓借出去 圆圆融券卖出去以后 赚取了高额的利息差 赚取高额的利息 关系这个利息 关系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不济入他的什么 这个价格 也就是说不济于公布基金的价格 这个是不是有什么猫腻 其实说白了就是 借出去以后基金公司在赚钱 基金经理在赚钱 只有基民在亏钱 这么讲 大家是不是更加容易理解 更加容易明白 所以综合各方面的数据显示 我们的A股 可以说已经是千仓北孔了 在这种行情下 如果说不做出重大改变的话 就比如说做空 是吧 这个做空不限制的话 或者说这些 票员不限制的话 A股想要起来 那是任重道远 非常非常的难的 当然从现在的盘面 我觉得随时都有可能开始 反弹或者反转 这里有一个最大的疑问就是 A股跌成正样 我相信我们的高层 是我们的最高层都应该知道 但为什么 高层知道A股跌成正样 却没有行动呢 大家有没有想过 这背后有什么样的茂利吗 想想对吧 我就是想A股跌成正样 成为全球最差的 难道我们的最高层 我们的 还有下面的一些管理机构 他不知道吗 肯定知道 为什么他不做出行动 不学习人家韩国 不学习其他国家 韩国大家都知道 在去年跌了一塌糊涂的时候 人家紧急出台了这个旧式政策 在这里迎来了一个微型的反转 原因就是禁止做空 而且 禁止做空 人家还说了一个是 在禁止做空以后 市场没有好转的话 将延长做空的期限 你看看 直直到这个市场平衡了 直到这个市场 回到原来的正常轨道了 人家才会什么放松 我们是什么 做空 做空非常之厉害 做空肆无忌惮 但是我们对做空 根本上就没有特别大的一个什么 一个限制 还有就是 女人说要学习欧美国家 或说学习其他国家 散户 t加0 散户t加0 机构 对吧 t加3 说白了就是让你机构 是吧 不要去做短线 不要去做空 去割韭菜 你要以什么 以长期投资为主 那不管怎么样 我们的A股现在 这些东西 其实都是梦 都是什么 都是大家想法 股民的想法 也想要实现是比较难的 基于各方面的因素考虑 A股的 这个环境 除了大股东一心想要套现之外 我们的制度上的一些不合理 也是造成这种撒跌的最重要的原因 之一 所以朋友们 现在信心已经全部缺失了 如果你问一下现在股民有几个人 会看好中国股市的大涨 会看好中国股市的未来 我相信没有几个人看好 当然有看好的可能就是什么 就是已经躺平的了 反正就是不动了 不管你怎么跌我就不动了 是不是 在这种环境下 想要拉起来是非常非常重要 但是我也觉得没必要纠结 没必要担心 因为我们的中国股市 大家亲里都明白 中国股市是吧 想要起来 想要涨起来也容易是吧 把这些 东西解决了 比如说rpo暂停了 比如说限手股的转融通 直接禁止了 比如说 基金公布的一些持仓 是吧 不能通过限手股转融通出借出去 等等等等 把这些不利市场做多的一些因素 全都给它限制住了 A股大反弹 随时都有可能起来 A股大反弹 随时都有可能实现 这也就是当下的一个什么 一个最关键的一个因素之一 所以朋友们不要问我说 哎呀 这个时候我要被割入 我先想问一下大家 在3000点里没割肉 在2900没割肉 在2800里没割肉 现在跌到2700多了 你再去割肉 你觉得划算吗 是不是 我前面一直讲 一直讲 我说 跌到什么 跌到这个前期地点 可以搏一下 后面反弹拉高了 拉到压力位了 我们该怎么办 逢高减仓逢高撤退就行了 对于下周的行情 整体不悲观 本周已经跌了5天了 下周超低反弹 一出几八 所以大家把握住 这里的反弹机会 逢高减仓逢高 这个考虑跑路 当然也有人没有仓位的 那我觉得就是一个低息博弈的机会 好 这一期视频我们到这里就结束